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来到恩与同路人的时段 欢迎大家的收听 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 Andrew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同一个目标 就希望可以活得更好 找到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往往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都是在物质层面之上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人生路要走 可能他去做一些你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 那恩与同路人就是将这些真实的人生故事带出来 叫我们能够给予此鼓励 互相的支持 甚至引起共鸣 而最重要 就可以被人知道 耶稣基督在背后主导人的生命 而我们每一个分享的嘉宾 都是有这样的经历 叫我们今生可以活得精彩 因为有神与我们同行 好希望每一个收听恩与同路人节目的朋友 都能够得着这一个福气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是蔡汉萍先生 我们先来多谢蔡汉萍先生 跟我们有以下的聊天 你好 Andrew 我在这里都特别提一提 今次的访问是一个越洋的访问 所以录音的果效是有点不同的 蔡先生是香港商界一个主管级的人物 在他们公司里面 有一个叫做爱心建家园的一个事工 是为他公司的员工 来提供一个促进团队精神 和生活平衡的一个环境 那我就想先问一下蔡先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 来都开始一个这样的事工 事源就是因为我都入了行超过40年 在几年前 我现在的老板就帮我开一间公司 一间全新的建筑公司 当时他聘请我的时候 很简单的 就是跟我开一间公司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这么多工程 这一年就要建立了 上一计 原来有几百亿工程 这样开一间公司要800人 一年之内要去到800人 那我生一生不迟 一定要去外面找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当时我又不知为什么 我又肯去答应 那还有800个人 一至一千人 在不同的地方出来 不同的地方进来这间公司 其实所有背景文化 所有都不同 性格都不同 你怎样可以维系住 这么短时间 由于他可以生产这些好的质素楼出来 是一定要比团队更高层次的 所以我当时想就是 用家人的形式 比团队更高层次 因为家人 我觉得家人就是 是会有很大的包容 就算你多不喜欢他 你都不可以离开家人 你都要一起去融合 要去忍耐 做好这个忍耐 你中间没有了那个尊重 和关系的忍耐 其实是做不到的 如果能够尝试用家的形式去做 是不是会快一点 和效果会好一点呢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用家这个形式去想 我开始就 其实不是用这个爱心建家园的 而是我开心的 因为你有开心在这间公司工作 那你会做多一点 预理做多一点 和不会走 希望家庭和职场 能够用开心去维系 不是用爱心去维系的 当时尝试去把打工仔 认为开心的元素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列了十个开心指数出来 那在这十大开心指数里面 希望我整间公司 所有 无论我们的架构 我们的 policy 我们的升线制度 各方面 都能够迎合到这件事 希望各个都有这件事之后 大家一起开心 去为这间公司去砌 那我们就这样 去建立整间公司开始来的 蔡先生你说这个理念 真是一点都不简单 也都不容易做 做工做到开心 一定有很多因素在背后 譬如人工理不理想 工作的压力 上司同事 都构成做得开不开心的因素 那由做工做到开心 到上司下属的关系 建立 真是不是说那么容易 那你是用什么办法开始的呢 其实我开这间公司的时候 我都不是基督徒来的 虽然我中学的时候 是读在基督教的中学 但是我是 就是读书就是读书 圣经是其中一科 我就读圣经当其中一科去读 相反 去到我中三中四的时候 就有这间教会学校 是需要 原来圣经科要合格才可以升班 但我居然呢 我在中三的时候 就是圣经科不合格 令到我升不到班 但是我其他科是高分的 那我整体在班里面的名次都不低 但是就不让我升班 那我从那时开始 我就很不喜欢这间学校了 包括基督教的 包括圣经是圣经害了我 而我升不到班 结果我就留了班 到我毕业之后呢 我就很不喜欢这间学校 我毕业是和任何一个同学没有联络的 我从来没有回过那间学校的 我从此在这间学校 在我脑里面消失了 我对于圣经是有负面的看法的 所以我由这样成长出来的人来的 那去到那间公司的时候呢 我是没有基督教背景 没有背教观念的 我纯粹是用开心家庭职场 但是在世界上 人和人中间的工作就是关系 Human Relationship 如果这个关系不好 你任何情况 有多高的技术 有多高的技巧 有多高的技巧 都没有作用 我觉得关系很重要 关系就是 不是团队的关系 是一个家庭成员的关系 才更为密切 有尊重有包容在里面 所以我就由这个打造起 由家人的关系开始了 那蔡先生 你后来又如何被圣经 来改变你的人生价值呢 这个真的很偶然 很偶然的机会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 十大开心指数 这些都是很短暂的开心 人工加了 高个人出便 但是会调节 每年每年都要调节 社会变迁 你有高低有比较 我们不停都要去 去基础所有人工 我们一定要带着 比行业高一点 我才能够允许人 都用这个很技术性的层面 来处理 但是短暂开心 怎会变成一个 长期开心 真正的开心呢 那就是在两年 应该是一年半后 这间公司开了一年半后 还是很新的 那间公司 当时已经超过一千人了 我姐姐其实是 曾经做过传道人 是 那其实我整个家庭 几乎所有成员 都是基督徒 除了我 一个不是的 我爸妈已经洗了 浸了 那我姐姐 妹妹全部都是基督徒 我太太和子女 全部都是回教会 只有我不回 但是有一天 我姐姐就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就让我吃饭 下午 原来介绍 另一个 在建筑行业做过 这天就转去做传道人 在职场传道 反过来 他的想法 可能是想在职场做传道 又想去认识 可不可以让这个弟兄 可以在我公司 帮我介绍做职场传道 可能是这样的 他说一下自己的经历 做建筑 我又做建筑管理 大家交流了 就好像刚才你问那些问题 你开一间公司 用什么理念去管理 我说了我自己制定了 那几个 七个 他说这些是神的角度 蔡先生 其实你在做牧师 这些年多两年 我说 有什么理由 第一 我不懂基督 我不喜欢基督 又不喜欢基督教 我为什么要做 什么叫神的角度 为什么他说我做牧师 那时候就 气醒了我 我真的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一听 就说我做牧师 所以我就再约了他 深入再谈了 约了他几天后 就来我公司 我身边有些同事 我知道他是基督徒 不如叫他一起去谈谈 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这样说我 所以几天后 就约了他上来 我身边有几个同事 经历级的同事 基督徒 大家一起去谈谈一下 外公司过去年纪 做过什么情况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究竟他的角度 或者牧师是什么 就是那时候开始了 在那天的见面 是我的人生历史 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 虽然人不多 我们都是十个人在那边谈 我谈解一下 我们的公司过去的两年 做过什么 他问了一些问题 接着就大家祈祷 很少祈祷 不会祈祷 他们是一个一个 祝我们过去祈祷 接着就 整间房间的十个人 全部一起哭 原来每个人祈祷 在祈祷里面 大家都回到他们自己 一个很触碰的记忆里面 每个人都讲解一下 在祈祷里面 大家都想起一些经历 在家里的经历 原来跟不同家人的经历 有些感触一起哭 这十个人都类似的经历 想起家庭成员里面 可能有关系 或者其他原因 导致感触而落泪 大家一起来的 大家分享完之后 觉得很奇妙 当时很奇妙 他们的基督徒 觉得这是一个圣灵 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其中一位 但我不知是什么 但我又表达了我自己 在一个圣灵里面 那些记忆就是我们家人的记忆 好了 大家冷静下来之后 都几个小时了 不如我们今天也要结束了 那位传导人就说 蔡先生不如你试试 做个祈祷 我说 我还没有做个祈祷 还在这么多人面前祈祷 我真的逼着也要上去 自己是MD 没理由不做 私下 原来祈祷里面 又出现一个很厉害的情况 里面整个过程的祈祷内容 我都不完全记得 但其中一句很重要的就是 我愿意将这间公司奉献给神 以后在这间公司奉献 我愿意是 服侍神去带领这间公司 所有有关的家人 我是说了这句 但是 其实我脑里面没有这件事 我从来都没有想这件事 我从来都没有想着做教会这件事 但我就说了这句 大家完了之后 我就开始害怕了 咦 为何我说他这件事的呢 我答应了奉献整间公司 那我真的要做的 我要承认的 但我又不识圣经 我又不看圣经 我又不祈祷 那我怎样可以公司 成为一个教会的奉献呢 那我就开始自己要去学习了 嗯哼 由那时候开始 我就周围 透过我几个同事 基督同事 回去找他们教会 你回去问你的长老 问你的牧师 我们是一家商业的公司 而去奉献出来 当教会的管理 可以吗 一间商业的社会 社会的社会 社会的社会 可以吗 什么别的 我要没有这个资格 我可以大家回去 去问一问 我一个星期我回来谈 他们真的回去和教会 那些牧师讲 有这个经历 很多在香港的教會主任牧師 透過這些情況聽到就來找我 說說你的經歷為何是這樣 又開展了我這個 和基督教重要資深的牧師 有對話、學習 為何在我身上出現這件事 究竟是否真是聖靈 即是神好奇妙工作在你們身上 這六個月至九個月就出現了 見了很多不同的牧師 每個牧師幾乎100% 都說你很特別 耶穌拖著你的手走 你不認識他 你不是基督徒 但你做的事全部都是耶穌很喜歡 做的角度 那蔡先生又容許我在這裡問一問你 雖然你找了這麼多牧師來求證這件事 但你自己又有沒有重新思想這件事的來由 甚至覺得都不一定去這樣做 還是你已經覺得既然決定已經將公司奉獻了別臣 就一定會走下去呢 因為我其實在我腦裡沒有這件事 因為可能這就是我的性格 我不會隨便去承諾一些東西 我個人的性格 如果承諾了 我會想盡任何方法去達至我的承諾 這就是我的性格 所以我其實沒有考慮這件事 沒有想過這件事 我只想一下為何我們會是 為何所有的資深的牧師都說我已經是 耶穌親自帶著我 我就很想尋求這件事 為何耶穌牽著我 為何他會牽著我呢 他是不是真的牽著我呢 如果牽著我 我應該怎樣去做呢 所以我第一想法就是找回我姐姐 我說要這樣的情況下 我真的要去交公司 我要做牧師 起碼我也是基督徒先 我說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基本上 要受浸嗎 我說可以立即浸嗎 他說不行的 你要上浸禮班 好 帶我回去 他去開那個他教會 服侍的教會 牧師說 最快就是七月了 我那時候是四月的時候 七月就有一次浸禮 如果就是浸禮之前 有浸禮班 有幾個禮拜要上的 好 我立即上 就是這樣過了七月 我就這樣浸了 好快就幾個月後就浸了 開始我要學習了 浸你有幾樣東西 第一你要懂耶穌的道理 看聖經 聽聖經 言讀聖經 知道什麼叫道 什麼叫國道 第二 你自己真的要再尋求 知道之後 你用這個身份 怎樣去推動整件事 怎樣變成一個教會的管理 我自己在方面就要學習了 包括去外國參加一些 一些開會 認識不同的外國的牧師 他們有這些經歷 在商場職場做傳導的經歷 周圍去訪問去聽 去上一些開會 認識的人 收集這些材料 我就預備去行 用了九個月時間 自己去學習這件事 來自作詩 歡迎 請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就开始跟随耶稣来认识祂了 跟你以前觉得圣经是一种负累 因为祂令你考试考得不好 现在你追求认识神的时候 有没有感受到 给耶稣基督亲自来带你去走上你自己向祂所应许的承诺里面 又或者有没有一些很独特的感受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感受到耶稣是带着你走这条路的 其实在这个情况 在过去这三年的历程里面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现在我们开始发现 原来我做这个事工的特性 我一生人的特性都是这样 原来我做着我也不知道 做到一段时间才知道 原来耶稣要我这样做 但我通常做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原来是这样 到现在都是这样 每一件事 我们转变去做 转变去做 一段时间发现 原来圣经里面求证了 是这样做 耶稣是想这样做 其实我不是在圣经里面求证了才行 所以我自己其中一个见证是说 我们的承诺是先聘请后培训 我们先做了 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用的 是对的 我不是求证先行的 到现在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的性格 一鼓去冲 原来冲的冲 每次冲的最后都印证了是对的 那就是说反过来就看了 原来我冲 其实冲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原因是冲的 只是为了很远的一个方向 我要上天家 我要带上三万个家人上天家 是用这个理念 这个目标而已 然后向着这个目标走呢 原来中间我们没有做过这些求证 因为我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圣经的历练啊 或者里面的故事故事 我没有这个经历 原来坐下坐下 就发现圣经如是这样说过 耶稣说过的 那我原来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证明 我不知道 但是都走得对 就是好像耶稣拖转走 我想不单止我自己了 听众朋友听到这里 都会觉得 蔡生你的经历 真是十分的特别 是耶稣主动的介入你的生命当中 来带着你走 甚至你都不是很清楚 但是却许下一个承诺 就是将你的公司来到奉献给神的 我觉得你的经历 有些地方都好像仕途保罗 是神很奇妙的 直接介入人的生命里面 保罗的经历 大家可以打开圣经 在仕途行转 可以继续找来看 那蔡生你在承诺了神这件事之后 有没有一些excitment 就是个人很着弱来做这件事的呢 其实你提到这件事 其实我没有想过自己是否很excitment 或者我为了要拿一些荣耀 拿一些reward来做 全都没有想过这件事的 我举个例子 是同事就告诉我 因为我其实我创这间公司 做这间公司 其实是一年 我工作压力都很大的 要管一千多个同事 直接同事和二万多个工人 在工作上其实都很重 但是我同一时间 其实我用来推这个爱心事工 是占了七八成的 我觉得我时间占很重的 但是由早到晚我都不会累的 所以我同事就说 哇 蔡先生 有时晚上11点 12点 2点 又醒了些东西出来 那我开始告诉我 为什么你这么多精力的呢 对了 我开始说 为什么我会这么多精力的呢 就是去回你那个excitment 原来我工作的时候 不断冲 不断冲 是没有考虑到 累还是不累的 是不会累的 对了 如果不会累是什么东西 人来的 人怎么会不会累的呢 就是可能这个excitment 或者神已经给了能力我 我很相信 圣灵的充满 实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这个是很难用人的方法 来解释的 但这个真是蔡先生 第一身的一个个人经历 蔡先生 刚才你说到的一个理念 是希望将三万人来 带祷天家 这个想法是否出自你自己的呢 OK 这个是我刚才讲漏了这件事的 其实在4月那次的印证 阿齐哭了 接着我祈祷奉献了 接着是过来月后 就是有这个经历了 有一天我游水 游游了水 我就觉得 心动得很厉害 比正常跳得很厉害 不如我上岸 上回水池 上公司 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就说不要再游水了 再游水可能会出事了 那我就回到公司 怎么回到公司呢 就在公司的那些长身 我自己的四面都是写东西的版 那我就在那里写了 就在那时回到公司就在那里写 写到出来 我从一千四个家人加起来 加起来其他家人 到三万个家人 就一起上千家 画了字 写了东西 但当时再看回我以前写的东西 其实很多在圣经里面的东西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写得出来 其实整个理念就是当时游完水 有感动 在那里写这些东西 但写这些东西 其实里面大半的内容都不在我脑里面 因为我没有读过爱篇 我没有读过那些 但里面写的东西就是讲这些东西 就是讲怎样爱 怎样带动我 讲过去的目的就是 我们上去天佳 跟神一起 带这些人一起上 就是整个白板画了这些东西 对了 一转过来看回 当时的东西都不在我脑里面 就是神透过我 或者圣灵透过我 他写出来 就给我看回 用回文字 用回我的眼 用正常的思维和智慧 去看回这件事 原来写了一堆东西 比上一次更厉害 上次奉献了 今次实质的东西 原来就是想添加这个目标 蔡先生 你这个这么独特的领寿 其实都是很多教会里面 牧师传道 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就是带人去添加的工作 你本身不是一个传道者 但是又有一个传道者 工作的理念在你生命里面 我又想问一下 你怎样将这个理念来落实出来呢 是的 这个就是 我再说过六个月九个月 我就去见不同的牧师 牧师就 第一就是印证了 个个都是这样 神拖着你的手 你都没有读圣经 你又不懂圣经 但你就在做 似乎 神拖着你 现在没有人可以帮你 也不需要 神一定会带着你走的 但是我都要实践出来 你交了之后 我不认识的 所以我就去认识 去了一个议会议 在2014年的年尾 去了一个议会议 在夏威夷 就是讲城市转化 在里面就认识了很多 十个外国的 他们自己的经历 讲在学校做 在职场做 在不同做 他们有很多牧师的经历 我分享了之后 我总结了出来 就是路加福音币十章 耶稣派七十个门徒 去传福音 拍门 我觉得这段很精彩 我都可以借镜这段 在外公司 就去化落 外公司外 所有的运作 和 policy 上 就可以实行 我很深信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 就是拿着两件事 第一就是 我们要将爱 传到整间公司 爱 这个宣传的定义 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外篇 行狗忍耐有恩慈 还有有一段 就是教我们如何实行 在实行里面 是一个reminder 你不可以贼到 你不可以张狂 你不可以作害收的事 你不计算 其实这些就是 给我在日常工作 你的行为里面 一个reminder 指导你如何行 不是 不是那些 虚无缺妙的东西 我觉得 原来这段外篇很厉害 中间这段 是可以实行的 当你放在外公司的 政策 我们的process procedures check list 变为同事 他不是基督徒 他不懂 但是在过程 执行到这些 不作害收的事 不计算人的恶 去到日常工作上 就可以实现出来 我觉得 如果做完这些事 就等于爱 因为这些事 就是教我们如何行狗忍耐 就是有因词 因其实就是凡事感恩 负面要当正面看 词就是 负面要当正面看 人家得罪你 或者令你不开心 你宽恕别人 好了 我们将这些东西 加上下面那些东西 化在外公司 我本工作 menu里面 就好了 但是其实很难化的 如何将这些东西 变成我的工作 可能这个是看耕 可能这个是茶姐 这个是驾驶 这个是工程师 如何一够一够 每个放到内 他的工作 手则手冊上面 能够被他执行来做 做到这个爱 便会出现 虽然他不懂 好像我不懂 原来做到出来的 那我就尝试由这些开始 不要只开心 搞爱心 去建立我这个新的家园 所以从2011年开始 我由开心 就变成了叫爱心 建家园 这样开始了 再加上 如何做到 走出去传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章 教我们 如何传福音 当你接触人的时候 拍门的时候 要人聊天 要人吃饭的时候 你中间如何建立关系 拿到信任 你帮助那些东西 辅助到他的欠缺 拿到信任之后 你才可以 传到你的信仰 传到你的行为 让他看到 他便可以带你 一起去认识这个主 认识这个神 一个很简单的理论 但耶稣那短短的几节 我们就拿出来 整间公司一起去认识 在我架构上 在我版本上 在各方面 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个路加图十章 去实现出来 是 手啊手套道九串 心甘盼望 见面建议靠信心 奔走前方 心与心仁头摸穿 同行真理 混合多世言 真知心想念 家里温暖共存 图民的水月陪我 跨过障碍 当我你的心和美 快乐同向 主持他的魅惑我 同熟自体 尽力相关注 珍贷心情愿 奔走心与尊美 我说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面 能够实行圣经的教导 来到去爱 彼此的包容接纳 这个真是用生命来到 大家互相的影响 我想真是在今天 这么现实的世界里面 真是很难得的 我相信你们都是带头来 来活出这份爱 那些人的回应是怎样呢 又有一个例子 我突然在路上闪出来 我估计当时还未是基督徒 应该是我基督徒之次 发生一件很普通的事 有一个负责看守仓的同事 监守自导 偷了公司的材料出去卖 在若干的时候就发现了 因为CCTV 其他东西我们找到 咦 他真是监守自导 当同事经过不同的级数 回来告诉我 问我怎样处理 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一回头看 原来真的有这个经历 因为他真的做错了事 我就叫同事跟他谈 问他为何他做错 有没有其他原因 但是我仍然需要报警 因为我们是公司的 老公公司材料 我们不能不报警 我们不能私伤授受 好了 我们照报警 但报警之余 我看他自己对这方面 认错的程度是怎样的 我就跟警方说 我们找律师协助他 给口供 他愿意 拿出来自己认错 向当事人认错 向家妻妻认错 向子女认错 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还未等警方 当事人认错他之前 我一决定 我再给他多次机会 就调他离开这个崗位 去第二个崗位 但是当时这个决定 是全公司所有董事都反对的 说我设定了一个很坏的例子 有证据他又承认 有钱贏交易 报警 为什么你还可以留他在那里 去调第二个崗位 那你就设定了很多历三门 让其他同事 原来这样也不用炒的 但是当时我是没有理到他们所人的反对 我照他安排他 去的 这件事上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正硬或错 但是熟后 这个人真的有改变 是 我再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 就看回 咦 这个不是一个例子 原来是有宽恕在里面的 有认错有宽恕 可否我知道原来我自己都错了 耶稣为我赎罪 我肯承认这个罪 我以后做正硬 这个不是就是耶稣 神透过耶稣 给我们看 是要这样做的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以后这个例子 已经成为现在这几年 同事拿出来说了 原来这样就救了一只羊 华财先生 你刚才说这件事 那个决定真的很不容易 你还没有很认识神 但是又可以用一个宽恕的心 去宽恕一个真的犯了错的人 这个我相信 就是叫你更加去体会到 耶稣就是在我们做错的时候 来宽恕我们 当我们愿意认错和悔改 神的宽恕就会临到我们 刚才你也说到 你的决定都受到不同人的反对 有证据为何不炒了它 但你也可能想不到 你给了机会 它真的有悔改 如果我们人犯过错 神不给我们机会的话 我们个人都死定了 没有翻新的机会 正说其实那个事件是未完的 这个在我职场上 我做了这个举动 这个决定 续后我之后就发现了 原来这个举动都是耶稣 要我们做 喜欢我们做的 一个要求 将这件事延续 去到我家里 有一天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相当时间 可能那几两个月后了 有一天 早上起床 在家里 太太突然问我 可能她忍不住很久了 知道这件事了 当时她突然问我 为什么你作为一间公司的业头 可以这样做决定 证据确作 钱就在那 她认罪 那你怎样可以这样做这个决定 是否会 你有没有考虑自己做错了这个决定 我太太拘留了 其实公事上 我一向都不会被她干预 她都不会干预 但那天她拿这个事件出来跟我说 我当时 死了 我突然不知道她 为什么她这样问我 我没有考虑 但我停了 当时是不会回答的 但我估计是 30秒 一分钟之后 我就回答她了 其实我也可以透露一下 其实我有两个家庭 在家庭生活上 我是犯罪的 我第一个家庭 未完结 断之后 之中间 我已经建立了第二个家庭 现在有个太太 问我这个问题 他就问我 我停一停 我说当年 我背叛了我太太 其实我第一个太太过了身 背叛了家庭 和你一起 我已经犯了罪了 今天 你和我一起 有新的生活 有新的家庭 你有个美满的婚姻状况 就是神当日 遥处了我 我做过犯错 给了机会我 我才可以和你一起 建立新的家庭 和我去到今天 这个地步 做过这间公司的MD 这个不是神 已经和我们做了 你在当中 你应该 就exactly 这个example 就是 我接受了这个 昨日 神给安排了 这个瑤树 给了我之后 我就有今天的日子 我可以重新来 重新认识神 去将神 这个好的东西 带出去 接着他就静了 没有出声 一直都没有再说 因为他不是基督徒 他当时是拜官 而已 我相信 蔡先生 你在这件事里 很深深的体会 到被宽恕那种的感觉 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在被遥恕的人里面 他得着的是一个很大的释放 我们又说回在你公司里面 当你用这样的爱心 来在这间公司 来处理事情 你的下属是怎样的回应你呢 我就没有特别去计算 我是有正面或者负面 其实那个成效的结果 不在我的手 我们主要努力去做 神教了我们如何去做 耶稣教了我们如何做 透过圣经新约里面 教了我们如何做 我们就去做 我们只是负责去做 开黑暗之门 之后他的结果是怎样的 那个圣灵他做事的 不是我们做事的 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做事的 所以我不会去计算 他们有没有正面 有没有负面 但是当然他是我们的家人 是我们的同事 我们是要小心处理他的感受 因为可能我们公司 其实九十几个百分钟 九十八个百分钟 九个百分钟 都不是基督徒 你用基督徒十字架 用耶稣去传道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明白的 我想我们中国人 都是受到我们的 传统民间信仰 来影响着 说到基督教 就是一些洋教 通常都是一些人这样说的 不是属于中国人的信仰 是的 这一方面我就答应了 我要推了 我要传了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是一个人的社会 在不同的宗教的社会 在公司里面 不是因为我是MD 我出了糧给你 你就要听我说耶稣 我们要去小心处理 他中间的感受 但是我不去计算 他的正面 回应或者不回应 我们尽量去用 我们合理的方式去处理 所以我们用菜饭制作 譬如我们养小朋友 就知道 菜对他有益 魚对他有益 但是他不喜欢吃 但是他喜欢吃面 他喜欢吃面包 他喜欢吃饭 我就用不同的方式 拌了下去 希望他吃了都不觉 但是我们为了他的健康 我们用这个模式去处理 我们这个全副音乐工作 蔡先生 你继续在你的商业 运作这个事工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在 business 和事工上有conflict 即是冲突的呢 会 每天都会发生 分分钟都会发生 是啊 我是不会处理这些东西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理的 所以我们都请教一些高人 就是我们请了一个神父 也都请教牧师 当这个慈悲和公义 一撞到商与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呢 我有这个心态 但是同事怎么用这个心态去处理呢 所以我们就是开一些班 搞一些workshop 找牧师和神父 邀请我们的同事 特别一些team head department head manager grade 就可以开小组去讨论 去到现实工作环境 当一个正常的程序处理 我当在圣经的教导上处理 我们引用圣经新约耶稣故事里面 类似的情况下去 耶稣这样处理 九十九只羊 或者是用妓女用石头钉 我们去摇树它 用这些圣经不同的故事 但是当去到现实环境的时候 工作上遇到类似的时候 是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呢 是用那样去引用 带动他们去用这个思维 那我们都做了很多很多这些workshop 给同事去学习 作为一个management 应该是怎样处理公义和慈悲相遇 是怎样的 我觉得效果相当不错 我想在你们这个事工当中 有一些阶段都在摸索的 未必是没有一件事 你们都知道如何处理 有没有一些事是 即是 不太知道如何处理 甚至呢 就是 处理了一阵 应该不是这样处理 要更正的呢 这个体会几乎 几乎每天都有 每个星期都有的 其实我是没有这个经历 如何处理的 即是正常的管理 我一定没有问题 这个技术上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用我的身份处理 是很容易解决的 但是解决之后 是否一个合理的 是否一个调色性的解决呢 我们是不懂的 那我们通常就是 现在我们就说 圣经 我们要寻求圣经里面 究竟圣经里面 有没有哪个 将哪个节 是类似的东西 可以参考呢 这个我叫求证 一遇到有些棘手东西 或者是否应该这样处理呢 我就尝试去 问那些基督徒同事 圣经里面 有哪一章哪一节 说类似的东西 抽出来 参考 去做 这个第一 有 purpose 第二 原来我每天都会出现的 有时我可能看书 有时我可能看报纸 可能看电影 可能是听圣经 我听圣经 我不看圣经 好了 突然间会出现一章节 在外出现 突然间有一个对白 或者突然间会有 每天都会发生 在不同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到 回头看 原来我看到的东西 有感动的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 原来就是当当正时 遇到的问题 就刚刚可以解决的 那几乎是 每天都有这些情况 每个星期都有这些情况 多到我不可以 拿出来举例 看一套电影 突然间有他的对白 我突然间找他的对白 我就觉得这个对白 挺好的 原来就是刚刚有个问题 出现了这个对白内容 就是这个 而这个对白背后 圣经有个 耶稣的故事 也是一样的 或者接近的 经常都会发生的 世界中万变 你爱却未变更 是你的恩典 令我放松走 愿意跟你不回头 就算既有福 却迫着等候 困境中 总有你出手 十家的牺牲 让我看清看透 让我有勇气继续走 连你独生子都及我 让我指导 每日人愿意足够 那蔡先生 在你推广这个 爱心见家园的事工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 惊讶或者是 就是有些的巨拍呢 因为可能 那个环境 甚至你面对的员工 是有这么不同的背景的 那我看回头 我就是 譬如我们去 去受洗 就要去讲见证 我不知道什么是见证 什么是见证 我都不懂 这么短时间要我讲 我只是和大家分享 由我接受这个老板请我 我知道我一年要做一百 一千人 请一千人 这么短时间要开一间公司 在当中 我完全没有担心 我完全没有担心 没有害怕 那就做吧 别人都相信我 我为什么不相信自己 就这样冲去做 那你看一下 原来我性格 或者我做事的过程里面 是没有这个担心的 那你没有担心 是不是我冲动 又不是我冲动 你这些都没得冲动的 那就是说 看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在 几十年前 神表演了在我里面的性格 在我家庭长大 到我成长的历程里面 其实一直继续了我 有这个性格 有这个冲动 有这个心思熟虑 不是冲动 而做的事 但是我过程里面 我是没有担心 我没有什么晚会睡不着的 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 这个背叛我 这个会不会来 那些人会走 所以 no fear in love 这个字 在我心目中 一直都存在 所以现在 我们公司 所有的制服 都有这个字 no fear in love 如果 神的我 充满了我 中间就自动没有 你不用 你不用想 我怕还是不怕 我要交担 是不需要的 充满了你 那样东西 就出现不了 我觉得 如果love 充满了 fear 就不会存在 所以你问我 有没有经历 我没有 我不会睡不着觉的 几大件事 我都用照睡觉的 因为我次觉 无数次经历 去到现场 那样东西就会出现 可能突然在我脑 在我口里 说出来 说出来 说了 小多船出现了 所以我完全不需要 准备 那是否我大安置疑呢 我认为 这就是一个 全然交托 我都觉得 神都在我身边 拖着我 我根本不需要 用人的智慧 人的智慧跟相差太远 用人的智慧 解决不了的事情 神就会来 我用这个方式 其实真的看得到 蔡先生的信心 真是来自 神很奇妙的带领 当他走在神心里 一切都不需要他害怕 因为神带着他 甚至他不知道 下一句应该 说什么 他都可以 有这样的信心 我想这个信心 真是来自 他在神里面的经历 好了 来到访问的尾声 蔡先生 你有没有对 你自己在事工里面 有一些期望 第一 我今年已经过了六十多岁了 六十多岁了 没有期望的 因为谁来信主 他怎样信法 我是控制不到的 亦都不在我手里面 是在神手里面 我尽量去做 做了多少就做多少 我目标就是做多少 就是那三万个 三万个家人 都听过这个福音 他感受到 这个福音 或者经过 中间的大使 我们其他同事 在一个行为 接触的时候 他感受到 咦? 他之后 会不会跟神 建立自己的关系 我控制不到 不在我手里面 但是 如果 我知道 我要准备 就是 当他建立了关系 之后 他想追求更多 我们就可以做牧羊 可以跟他同行 当他有问题 问的时候 我可以分享给他 我们要做的 他认识 不断去改 不断去修正 这段时间 我们就要准备 跟他同行 所以 我们参考教会的做法 久不久 我们又要坐下 有个小组 他们叫Ferrorship 团契 一起读经 带一些新的 微信 或者有好奇心的 一直带 所以我们希望 是人同人 人同人 我们开始搞一个 叫做 枯化商的 准备功夫 我枯化了 一个 大使 他是一个 我们叫他使徒 他学习了 装备了 他懂得牧羊 即是做传道人 我们训练一些传道人 不过职场里面 他有主要工作 在做工程师 做司机 之余 他愿意接受这个崗位 学习这件事 我们训练到他之后 或者牧羊之后 枯化他之后 他去回自己的崗位 去感染身边的人 我们就希望 在圣经里面说 三个两个在一起 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形式 是 枯化一构 枯化一构 枯化很多枯化商 那我们久不久 就要把枯化商的人 聚着一起 灌一些力给他 又或者我们去枯化商 给他一些油 我们叫做加油站 有个总站 什么时候回来一次 灌力 中间呢 我们就会去那里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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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全职的 其实他自己有职位 自己在做些事的 不过他有兴趣 我们又会邀请他进来 这个中心 那其实不是真的 有四幅墙的中心来的 去参与这个大市队 那他们就去实习 家房啊 去做其他方式 做菜饭制作的时候 那时呢 让他自己去学习实践 这个公平公正公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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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觉得他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去回原本的崗位 那这个就是 我可以利用我这间公司职场 我MD的身份 和我Department Head 讲 这个人有兴趣 那我想抽他出来 全职做枯发 但是他的原先工作呢 你没有找人取代 不过找人分担 可以的了 我可以在技术上面 在行政上面 我可以安排这些东西 那就希望用行政的方法 去做这个训练时工枯发 时工穿出去 就是人去影响人 就不是坐在那里 开幅场 你们星期五星路进来 你们搞小组 你们做什么 我们不是的 要走出去 走个职场里面 在工作三万个家庭里面 去到人家 去到工作崗位上 去做这个动作 听来呢 你们的安排真的很周长 不单止传福音 还建立信徒的生命成长 以至能够继续用他们的生命 来影响别人 这个就像教会的运作一样 我们就是想在职场里面 做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是有牧师的 但我们不可以叫他牧师 但他是做了几十年牧师的 半退休地进来 做我们其中一个大事 当有人说我要决志 那我就为他祈祷 我们为他施洗 那我们公司就会牧养他 我自己很感受到 神给阿塞生在商界里面 来到传福音 是开了一个很新的领域 叫他的员工 能够体会到一份的爱 一份的关系 神在阿塞生的身上 实在是行了很奇妙的事 不是人的计划 是神的心意能够成就 那麽多谢阿塞生 抽他繁忙的时间 和我们一起聊天 分享一个这麽美好的信息 我相信你们的工作 是很蒙神的祝福 叫更多的人 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而归主 我们再一次多谢蔡汉平弟兄 多谢主今天给了这个机会 我透过这个声音 和你分享了我为神的工作 这个是很感恩的 没错 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大象的相爱 我们将荣耀归给予之双 我相信人生的领域 不信任地 其妙大爱 一生腰众恙 永远与尊贵属父神 如众之啟分合赋予金 爱来学财更相爱相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员工你走天国路情 无具困苦无事力量 蔡汉萍先生的经历真的很特别 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你都没有这样体会过 在他期议讨之后他说 我愿意将公司奉献给神 他就义无反顾地将爱和关怀传递给他的员工 虽然当时他不太认识神 但是神又被蔡汉萍经历到神的真实 试问如果耶稣不真 他的爱心建家园又怎么可以来继续呢 我很盼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把握机会 接受耶稣基督 我很深信 你的生命会有新的开始 好 下次恩与同路人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